如果老六有段位 那么这位大哥绝对是最强王者500星选手 为了圆自己的球星梦 他在法国杯决赛后 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假球衣 趁宝安不注意偷偷混进球场 此时场上的球员正在疯狂庆祝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不速之后 他先是对着摄像机 感谢了组织的培养和领导的亲人 随后混进球员中和他们一起庆祝夺冠 要不是队长的手紧紧握着奖杯 搞不好这老六能把奖杯光明正大的带回家 随后更刺激的事情发生了 他专门跑到总统面前和总统握手 总统坚由这么给面子 自然少不了礼尚往来 他先是夸赞老六今天踢得非常棒 尤其是下半场的那个进球极为精彩 绝对能入选年度最佳射手 真不知道总统第二天看了新闻后会有什么感受 可能他会庆幸 还好这小子是老六不是老莫 等总统握完手后 老六彻底沦下了 开始放飞自我 与众多球星一起跳舞庆祝 还获得了一枚荣誉勋章 所有记者主动找到老六想采访他 老六自然是来者不拒 他表示这次能在顶峰相见 首先要感谢教练 让自己多年的沉淀得到了回报 他要勉励屏幕前的观众们要保持热爱 慢慢沉淀 就得老六觉得讲的差不多了 准备离场的时候 热情的黄牛突然把他拦住 索到签名 他非常大方的在足球上写下了沉淀 最搞笑的是 这个带有沉淀的签名足球 竟然被黄牛以1000美元的天价 卖给了另一个大圆种 老六营地级的表演让不少球迷惊呼 还好这老六没来中超 要不然以他的技术 刚上场就会因为踢的太专业被发现了 然而故事到这还没结束 尝到甜头的他决定换个项目 继续完成自己的球星梦 这次他来到了排球比赛的现场 老规矩先是换好提前准备的假球衣 随后翻过围栏 跑到正在合影的球队后面 十分自然的融入其中 和他们一起合影 合影结束后还跑去和对手一一击掌 随后才心满意足的离开 在另一场比赛中 他刚是直接混进球队 和他们一起合唱国歌 赛前的热身也是全程参与 毫无违和感 直到比赛开始前 裁判开始和对手发名单上 才发现还有个老六混在里面 至此老六的运动员生涯 原地退一